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三轮车上卖的汉堡用的是百分百的美国纯牛肉 然后再慢慢拍打成肉排 汉堡内馅的菜其实都差不多 A菜 番茄 起司 洋葱 但配的酱料不同 每次出来只卖两至三小时就卖完了 让人很期待 因为我自己评估了一下 大车弄完可能也快要一百万之类的 对 对 相较于三轮车他们其实一开始初期的成本就会少很多 对 然后虽然模式比较小一点 但是我能做的其实就是我自己能够掌控的 因为我毕竟是单人作业嘛 对 所以大车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它有它的效益 可是对我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包含设备大概十万左右而已 我的话我是直接去跟制作三轮车参车的老板 然后沟通说我的餐车需要有哪一些的隔间 然后我需要做一些价值或是可以让客人放东西 或是我自己可以放东西的一些额外做的东西 我没有想过要换大台的餐车 因为我一开始做三轮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开店 所以三轮车只算是我的一个过渡期 所以换大车不会是我的一个选择 老板 很多餐车我都看过了 露营车的也有 包厢式的也有 大大小小都有 每个都在比豪华的 就你这一台我觉得最怎么样 最简单 最朴素的感觉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用这种三轮车式的 因为 你问我这么浮夸喔 我就是这么浮夸 很浮夸吗 很浮夸 真的我刚刚有点反应不过来 那你要跟我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你会想要用三轮车 一般车不是越舒适越豪华越好 没错 越舒适越豪华 但是有它的好处 是啊 但是那个需要很多钱 最现实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多钱 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一台三轮车 没错 感觉就是做了蛮多的改造 不只是体积 我觉得你做了蛮多家常的动作 对不对 这边是你骑脚踏车的地方 对 你是不是另外自己再卡了一个板子在上面 对 没错 它这个板子它原本是盖在上面的 这样可以保护我里面的东西 对 它就不会受到一些灰尘的感染之类的 待会我可不可以试骑看看 当然没问题 今天你就休息了 好 小弟我来带了 我帮你卖汉堡 好 但是卖之前有一些代价 你是要先帮我填饱肚子 这个没问题 那我吃吃看你们家的汉堡 当然没问题 OK 首先要吃的这个口味呢 是胡麻口味的 一般的汉堡 尤其是美式的 最常常用的底酱 除了番茄酱之外 就是花生酱了 那老板呢 他特地用的是日式的胡麻酱 原因非常的重要 因为老板喜欢吃沙拉 他吃沙拉的时候会加胡麻酱 所以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喜好 放到了汉堡里面 就是那么简单 我们想过胡麻酱跟汉堡 可以这么的搭配 首先它里面就是非常多的蔬菜 番茄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是沙拉会看到的食材了 我刚刚一度有一个错觉 会觉得我自己在吃胡麻的沙拉 但是 我咬到它的顶皮 在咬到它的肉的时候呢 那个香味又让你拉回来 变成 我再吃一个胡麻口味的汉堡 所以说两个加在一起 完全不会冲突 反而是达到一个 平衡的感觉 再来吃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重点是他们的招牌口味 这个口味我觉得男生绝对会喜欢 它的肉啊 搭配了那个蜂蜜筋 这样一起吃 除了它里面的肉汁之外 跟蜂蜜筋 这样整个融合在一起 哇 这种享受你真的只有到现场来吃 你才感受得到了 再来是它的汉堡皮 它的口感真的是有层次的那一种 首先咬到外皮的时候 是非常酥脆的 但是偏偏它面包里面 又是非常软嫩的 所有的口味混合在一起 再加上它的口感 噢天啊 这个美式的汉堡真的 已经征服我的心了 好了 吃饱了 准备开工了 不然老板说我白吃白喝 老板 开工了 好 差不多了 我出发了 好 好 路长小心 做我今天生意兴隆 好 踩得动了 有 有 有 老板那不太稳 好沉 路长小心 有没有人要买汉堡包啊 好吃 阿久汉堡包 有没有人要吃汉堡包 我要撞电线干了 喂 没有人要吃得太好 有没有人要吃的 乡 我也想想看 咱自我 有